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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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好蠢的东西 快些走 快来快来 他们到了 又不是三姐姐你成亲 趁着急做什么 叫你编判我 今天我就收拾收拾你这小蹄子 好姐姐 就饶了我吧 来了来了 小蓝瓜来了 我来迟了 妹妹们久等 我当母亲日思夜想的 是个什么俊强郎君 怎么生的这般寒闯 嘴脸是有啥子 不过母亲喜欢就好 丑是丑 听说以前倒还有些本事 为了抓她 母亲的家传宝贝都用上 可是费了姥姥劲了 二姐姐真是情景啊 捉到好东西 也不先让妹妹们尝尝 妹妹好大的气息啊 母亲心心念念要嫁的人 少跟驰头 咱们都没好果子吃 嫁了她又有什么用 我们还不是一辈子 守在这鬼地方 你也不曉得 想看 就去前逗看吧 我说妹妹们 这还没开始行李 你们就急着要闹喜堂了 唉 不过是母亲修炼用的精元 我们哪 别操那没用的心 姐姐 人 我就交给你 一路辛苦了 姐姐 我 母亲是老糊涂了 妹妹们又不小的事 难道你也看不出来吗 你就当心疼心疼母亲 也是我们做儿女的 第一次本分 我何尝不心疼她 她数十年的病根一直好不了 正是败着蠢物所赐 不恨就罢了 还这般作践自己 我 我是言不下去 有些事情 不看对错没仇 更不论强弱输赢 都是机缘巧线编织的宿命 姐姐 你我当时都未出生 不曾见母亲用过的情 自然 也参不透她今日的痴心 师伯那边 走一步看一步吧 借来的福分 这边 能多想一日 也是好的 你 随我来 前面便是母亲的栏房了 这里有几句话 要叮嘱你 母亲平日里都是好的 唯有吃饭时只爱独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